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七八八 我是七七 无疑之间呢 我看到了一个中国海军 它最新的吧 应该是 然后它应该是宣传作用的一个训练的视频 是让我有点大为震撼的 我们的子弹 打光了的时候 可以拿着刀 跟敌人品质 刀 没了 真的有什么 有的 戴水服 挂刀 都可以打起来 当武器 是不是 这时候没了怎么办 这就是战产 所以做一个军人 这个军人都必须要学会 必须要掌握 看了这个视频 就是我的第一感想 就是觉得中国的这个海军的教练员 还挺好当的 其实他不就是在告诉这个视频 你不许逃跑 你就打到死就完事了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 拿小明做个假设吧 小明 好不容易在村子里面长大了 然后因为没有钱上学 然后听说了这个去当兵就可以有工资拿 他转身看看自己这个家里面这个破败的茅草屋 又受到了这个保家卫国的感召 那就一无反顾的去入了军 结果呢 进去之后呢 待了个三四年 除了这个叠豆腐块被子 然后每天喊口号做体能训练之外 学的实战相关的方面 就是这些 在视频里展示的这些 就真的如果要学这些的话 我觉得全世界啊 特别是台湾的朋友 就一点也不用担心了 你说中国海军如果都这素质的话 他能做什么呀 我现在要追随他的脚步 我的岳点是被骑人 我想高几辆走一种他走过的路 为什么你转到阿姨 为了我的妻子 我告诉你 因为我想找一个单教的男人 把握我最爱的祖宫 为什么你转到阿姨 为了利用的 人生要做有利益的事情 参与就是有利益的事情 莫与山 你为什么要当天 首先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像这种访谈类的这种视频 他是可以剪辑的 然后问到他喜欢要的答案了 才得到 而且我觉得其实为了前去参军 并不是什么坏事 或者说为了福利 是这样的 就是秦国的军队 为什么他能一个打好几个 为什么都被称作这个虎狼之师 其他的当时的那些 其他的六国的人 为什么都很怕他们 难道是因为秦国的士兵 格外的热爱秦国吗 其他的国家的士兵 不爱自己的国家吗 虽然说当时还没有什么 爱国的这种说法 但是我们就拿现在的观念 去套当时的人吧 就算是你现在的目光 去看当时的人 也并不是这个原因的 就是很简单 是因为秦国就是舍得给钱给爵位 不管扯再多有的没的 就是自身的利益的获得 确实就是作为人本身 去做某件事情的第一驱动力 对秦国士兵来说 敌国那个的人都不是人的 他们的脑袋根本不是脑袋 而是可以用来换钱换爵位的筹码 秦国他们那个时候是拿 就是看你 就是挂的这个耳朵的数量来确定 他杀敌杀了多少 因为脑袋实在是太大了 就别在腰上就不方便 那因为有这个割耳朵的这个方式 所以呢 其实他们当时还想了挺多的方法 来避免这个秦国的士兵 不要去割 就是自家兄弟的那个耳朵 那对方的耳朵呢 在这个秦国的士兵的眼里 他就并不再是耳朵了 而是加官进爵的宝贝 说白了就是黄金 所以他秦国那时候打仗厉害 他不是他的战术有多么的高超 也不靠士兵多么的爱国 就靠超高奖励 在这超高奖励之下 他们不管是训练还是打仗的时候 都特别特别的拼命 所以秦国能打赢 而且像是视频里面 他捡到的那些美国人 是的 美国的军人的福利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很多人也都是冲着他的钱和福利去的 但是真的是也有更多的人 单纯的就是因为爱美国 美国特别神奇的一点就是 官方他那个政府实在是没有办法 天天宣传爱国嘛 而且呢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移民国家 所以他没有民族这个概念 他就没有办法去激发美国人 在这方面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情节特质 但是我感觉上 就据我自己的这一段时间的观察 我觉得美国人非常的爱美国 至少很大部分美国人吧 他们并没有被强行灌输 这个去要去爱美国 但是他们真的是热爱美国 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单纯的爱自己这个国家 像我就很爱美国 我也很爱台湾 原因都是一样的 而且很简单 我是因为觉得这两个国家值得 我从很现实的点出发的 就是即使是一个普通人 也可以在这两个地方生活的非常好 可以做一个人 就凭这一点就值得爱啊 那些在视频里面吆喝着什么热爱中国 保家卫国的那些中国士兵们 我真的很好奇他们了不了解 真正的战场是什么样子的 那因为现在社媒的一个兴起呢 现在又正好在打着俄乌战争和巴以战争嘛 那真实的战争其实 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一点也不宏大 一点也不酷炫 它真的就是纯粹的一个残忍 有很多很多场面 其实都会引起这个人的生理不适的 我不知道恰不恰当吧 这个表达 但是我总觉得看起来是很笨拙的 就是人都会像一个这个木偶一样 在一堆灰烬啊 就是躲躲藏藏啊 跑来跑去之类的 甚至还不如游戏里的人物灵活 我觉得就是像中国这些吆喝着的 这个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打仗 他们真的上去了 我估计就会像一个像个傻子一样 更何况现在新的这个中国人民军的宣誓的 誓言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我宣誓 我宣誓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全心全意为中国共产党服务 全心全意为中国共产党服务 服从命令 服从命令 忠于持守 忠于持守 严守纪律 严守纪律 保守秘密 保守秘密 中国人民解放军 既不为中国人民服务 也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 而是为中国共产党服务 开头自己说自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接着就是说我要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人民解放军 就到底是谁的兵 我觉得趁早改名叫中国共产党守卫军 比较妥贴 因为你这样子改了之后呢 就不会再有人觉得有违和感了 大家也都舒服 省得这个中国人民每天还在那自欺欺人 你们是为他们服务的 你说你都宣誓这个全心全意为中国共产党服务了 所以说当年在六四的时候 就可以那么轻而易举的从中国人民的身上踏过去 用坦克压过去 然后冲锋枪对他们冲锋 对吗 如果从这方面来说的话 那中国人民解放军确实是解放人民了 你直接把人家的命给解放没了 那这 这是一个彻底的解放 然后呢 这个刚才都是男兵对不对 中国女兵 然后也会有这样的训练 做什么军体体操 我觉得叫军体体操啊 我觉得如果说对方 就是敌方看了之后 可能会觉得这个拔剑四顾心茫然 我真的觉得中国有一点形式魔正了 就是全国人民都快变成一种表演性人格了 天天而且都已经不知道在演给谁看了 但就是要演 而且是互相演 无时无刻都在做样子 就一点真东西都没有 我都不知道这样训练出来的到底能干什么 可能就只能像今年春晚那样去舞台上面给领导啊表演一下 如果真的打起来是准备在战场上面让对方看着他们这样张牙舞爪的然后笑死吗 中国的大学是会有军训的吗 特别的神奇 其实就是正步走和各种的体能训练 体能折磨吧 还有就是一群人战成一排 特别整齐排列的正步走 那么练完之后呢 最后唯一得到的成果就是晒退皮了 虽然说气势是很重要的 但是像这样子真的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抗日神军那么严 可能也是有道理的吧 毕竟现实生活中也确实这么训练的 我真的就是有点怀疑 好像在我印象里面 中国共产党应该就只靠偷偷摸摸 这个坐收羽翁之力的这个方法 打败过国民党吧 因为后来不管是朝鲜战争还是越南战争 他们都被打得很难看啊 就像下面这些国民党老人说的 我们来打日本人啊 那个共产党啊 他不但不打日本人 他反过来打国民党 你们不晓得了 我们两下跑 北边我们去打国飞 那边我们去打日本 不一定 这个都国共合作啊 合作个屁合作 他打你来他合作 所以呢就是向毛泽东他去感谢日本 那当然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没有日本的侵略 我觉得共产党在理论上面 他是不可能打过拥有大量正规军 然后还有美国武器支援的这个国民党的 因为跟这个共产党他那些大字不实啊什么的土匪们吧 组成的草台班子不一样 国民党手底下的好歹他都是正规的军人 像共产党嘴上天天说的国家危难时刻应该同仇敌忾 巴拉巴拉的实际上他自己就是那个趁着别人在抵御外敌的时候 在后面偷袭人家的那个下三滥 那个时候呢共产党被叫做共匪 实际上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国民党去污名化他们 因为实际上他们走到那儿确实就真的是像土匪一样的 而且是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是这样子的 因为加入共产党的都是无产阶级 那无产阶级他们就没有什么底线的 其实那去指望这些人他去守什么规则是不可能的 他们加入共产党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方便抢吧 而且他们也确实落实了 就是真的是到处抢到处偷 而且呢还强迫人家的什么别人入党 我记得有就是他们占据一块地方之后 就强迫当地的人给他们交什么保护费啊什么之类的 而且这些人还得说自己是自愿的 所以呢他们才会被称为共匪 当然了现在那些人都已经没有了 也就死无对证了对吧 一直呢其实流行一句话就是说野蛮战胜文明嘛 其实道理是挺简单的 就是文明总想讲道理 但野蛮就直接嗷嗷这儿 然后扛着这个肩膀上的大斧头就冲过来了 他就不跟你讲道理 也就是现在啊有这个高科技武器了 所以野蛮他就不太好 就直接野蛮 他就是被迫坐在桌子上面 假模假样的跟你讲讲道理 但是野蛮永远是野蛮 他就一直在这个阳奉阴违 然后在背后也是停不下来去耍阴的 直到这个现在为止 其实支持共产党的小粉红们 其实也是永远不长脑子的 因为但凡有脑子 我觉得都不能支持共产党 之前有一个博主他发了一条说 说这个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 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 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 这一套可以忘记了 应该忘记 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 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 你看他这样子说了之后 那肯定就由小粉红出来不乐意了呗 就说这个博主是个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替先辈们原谅日本侵略者 你完全没有资格 你这种玩意 要么是间谍 要么就是日本人 我剑一个刀一个 这个原博主他就发了 他就转发了他 然后说你要刀谁来着 然后呢 带了一张图 毛泽东外文文选 中日关系的历史 这一段就是毛泽东的说的话 他就赶快把他这个博文删掉了 因为他才发现 他所敬仰的跪下崇敬的毛泽东 说的这段话 你说这又是何必呢 你说你一骂 你骂到祖宗头上了 你说这可怎么是好 最后呢 我们再一起来欣赏一下 不小心说出中华民国的马英九 还有这个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喝完茅台之后 满面红光的马英九 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马英九 他在台湾之前当总统的时候 可没有这么开心 毕竟呢 在台湾当总统 你是真的要干活的 你真的是人民的公仆 可不像在独裁国家 被捧着的时候 那可能就真的有一点飘飘然 觉得自己像神一样了 而且呢 马英九明显看起来 是非常非常的享受这种 到哪都会清场啊 然后一堆人捧着拍马屁啊 的这种环境 你看我就看之前那个台湾大选啊 什么 就民众都可以近距离直接接触到 他总统候选人 甚至可以合照啊之类说话啊之类的 那马英九就没有觉得 就是说自己 我再高高你们好好几岛的那种感觉 在中国就可以享受到了 真是独裁国家 所以呢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 他骨子里面就喜欢这种东西 这就是他为什么愿意去投向习近平 而习近平他自己本身又深深羡慕着 金正恩的原因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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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